那这个课呢是这个直播课是针对我的那个课程 呃从零开始学法语中的第一单元 里面的第一到第四课 对如果你对法国文化感兴趣 想开始学这本语言 然后之后想来法国留学或者是旅游的话 可以这道课程是非常适合你或者是你们的 那你们有没有听过呃我的这个公开课呢 你们是怎么知道这个课程的 看小红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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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没有 我刚下课 啊那有没有 我是我是法师生生 然后我刚下课就看小红书刷到这个 好巧不巧就来了 真的吗是第一次见到这个 然后发到在那我发的帖子 然后突然想加进来听一听直播是吗 对 看一看让大家看一看一到四个我到底讲了什么 其实都是对一些打招呼 还有询问基本信息的这个课程的学习 第一课我们主要学习了 主要是你和我之间打招呼 还有就是呃离开的时候会说什么样的法语表达 再见明天见等等 第二课呢呃主要是以三位学生 他们介绍自己的情况 然后我们学习了关于自我介绍的表达 主要是介绍姓名 je m'appelle blablabla 然后je quellage 会介绍到年龄 然后在这一课中其实我们也学到就是什么时候有课 什么时候没课 je cour le matin je n'ai pas cours le weekend 我们学习的法语中的美 表示每天早上 每天中午 每天晚上 以及星期的表达 第三个内容呢 主要是学习了怎么样用法语去询问信息 场景是一个大学生在电子阅览室办一个阅读卡 然后他需要询问一些信息 呃 那个图书管理员会跟他说需要une photo 然后votre passeport 还有需要护照 一些跟这个身份信息有关系的名词 最后一个询问身份信息 主要是围绕一个法语中的疑问形容词 je n' 我刚刚介绍这些 你们觉得这些内容都有听说过吗 或者是还有些内容没有熟悉 变了吧 变了 没有学过 还没有学过 嗯 这个形容词呢 在法语中也非常重要 他的法语只有一个 但是他的写法有四个 我们一会儿会接触到 会举一些例子 来看看自己的理解程度怎么样 那其他的内容呢 两位都觉得 都听说过是吗 自我介绍 询问信息 还有打招呼 都知道都听说过 OK 那我们来继续来 我们这个直播呢 主要是以这种互动的方式 主要是测试 对这四个课程的理解 那么左边呢 你会看到大分都是主题 或者是问题 右边会有一些图片 或者是文字 那么先来看 第一个是 Saluer en français 用法语打招呼 右边我放了两个人 你们可以猜一猜 在他们之间的关系 看一看他们打招呼的方式 觉得他们打招呼的时候 会说什么 Bonjour Bonjour Les deux messieurs 对 Les deux messieurs vont se dire bonjour 然后一般打招呼 说完Bonjour 还会说其他的什么话吗 Bonjour 他们认识吗 对他们两个握手了 证明他们想建立一种关系 是不是 或者是 或者是两个人刚见面 也是想建立一种关系 同事关系 或者是朋友关系 他们才去握手 要不然两个陌生人 不会握手 或者是不打算认识的人 Bonjour Bonjour 我们刚听到 有 comment allez-vous parfait et puis comment on va répondre à cette phrase 我们会怎么回应 这句句话呢 comment allez-vous tay bien très bien merci 怎么样让别人接下来 saba ok 这可以是 他的代替 或者是替代 saba saba 这应该是个回答 是不是法语中 或者是英文中 经常会问一个 你呢 或者是 您呢 法语说 对 eto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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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etois和etois 有什么区别呢 etois 我们对面上的那个人 用的称呼是 你 要不就是 我跟你已经认识了 要不就是 咱俩年龄差不多 一般是 针对于年轻人的 年轻人不计较这个 用vous 还是用g 那你两个年轻人之间 就直接可以用g 那这个 你呢 就成了etois 而这个vous呢 一般他 用的这个场景呢 是比较正式的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两个人握手 然后两个都是成人 是不是 他不像年轻人 那个那种打招呼 所以这个关系呢 还是比较正式的 我们用的主语是 vous 然后问您呢 就是 vous 橘 他对应的你呢 才是etois 嗯 对 所以我们这里面 我们会选择 vous 而不选择 etois 哦 pardon 因为我们已经 哦 我很扯动 一下子全部擦掉 pardon mon c'est pas grave 那 那个人会怎么回答呢 他听到了 别人问他 et vous 他会怎么回答 嗯 je vais bien je vais bien merci 就是这样 就是他跟他的回答 差不多 如果两个人都觉得 自己很不错的话 bonjour comment allez vous très bien merci o ça va merci et vous je vais bien merci 当然中间也可以加一个 je vais très bien très就是 很 或者是程度上的一个加深 相当于印中的那个very 没有 没有 我们来看一个 如果 是这两个 是不是这个关系 一下子跟上面的 就有一个大反转 这两个是两个小学生 或者是中学生 他们两个见面 会怎么说话 我们可以给他造一个对话 丑 下去 一 键 ce 字幕 晓晓 天 晓晓 是不是 怎么说呢 再句sava sa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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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法语中呢有一个非常简单的 如果它是一个简单的句子问你 如果你是肯定的话直接可以重复sava sa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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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他呢 这个是直接问他 他会怎么回答呢 可以直接这么说 这个情况下我们就会用 因为他们两个是小学生 小学生或者是学生之间 从来不会用 无物呢真的是成人之间 或者是工作关系之间 或者是你和希望对 和对方建立一种 特别正式的关系的时候 才用物 这个具的话就是 比较随和的场景下 这个年轻人 他的年龄可以上升到 30岁以内都可以用具 对 只要比如说在学校的 这个环境内 你的同学 就算你刚认识他 也可以直接用具 或者是塞巴都可以 其实在这个打招呼的课程中呢 我们主要学习的这个 comment一问词 然后 comment allez vous 或者是 comment va tu 这是一种问法 或者是我们直接可以问 直接问就问他 vous allez bien 或者还可以直接用这个 sava sava 是一种非常常见的 一问一答的方法 当然也有这个 comment va sava sava ok mon va comment 我们会继续 pondro comment 离开的时候 法国人会 怎么样用法语 就是离开的时候 相互道别呢 sa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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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代替再见吗 con au ah voir au voir parfei au voir au voir au voir 两个可以让人说同样的话 嗯哼 quelque chose d'autre 有没有其他的还可以说的呢 a bjantot a bjantot 你是说的这个吗 对 parfei bjantot 他一般用的是在未来的时间内还会再见 他还会用意大利语的方式去跟别人道别 这个你们知道吗 chau 对 chau chau 和 bye 他们都会用 是在年轻之间 因为这两个是个小女生 两个小女生嘛 所以我们选择的这个道别的方式也比较随和一点 chau bye abjantot sélu au voir 还有一个我们有在课程中讲到也是非常常见 是 biz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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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系比较近的人之间 表达一种特别 表达一种爱意或者是 接下来我们会看那个贴面里他用的不是这个bizou 他用的是bizou 那在离别的时候如果我们想祝福 呃对方度过美好的一天或者是美好的晚上 我们会怎么说呢 bonjour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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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 puis sicé le soir 如果是晚上的话我们会怎么说呢 bonjourney bonjourney bonweekend monweekend 如果是在 我如果是在的这个场景太多了 如果是在嗯下午的时候 bon aprimid bon aprimid 可以直接这么说 然后注意 就这个因为aprimid 是一个阳性 如果他表概念的时候 直下我可以表 可以用这个阳性 当然他也有阴性的用法 bon aprim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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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如果这个时间段已经接近到 比如说下午三点 你们两个分享的分别道别 也可以说 bonne aprim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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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当然如果是周日的话 他们也会说一个周日愉快 你们知道星期日怎么说吗 这个根据解释不通 有的人说周日是星期中的第一天 有的人说周日是星期中的最后一天 那我是把它理解成最后一天的 这个也非常常见 就是在法国 我们在互相离别的时候 都会说这些 bonne 或者是bonne 来祝愿对方 那我们来再看一种类别是 啊 那如果我想说 明天见呢 aprimid aprimid 今晚见呢 比如说今晚嘛 我们愿意一起去吃饭 我想说今晚见 或者是也可以理解成 一会儿见这个意思 是在一天当中的 这个表达你了 真的吗 at tout à l'air at tout à l'air 它是一个比较长的一个词 一个时间段意思是一会儿 at tout à l'air 在法语中既可以表示 未来的一会儿 也可以表示刚刚 今晚的话 我们会用到一个 s accessoire 当然这个在口语中 at tout à l'air 经常会被简 简短的翻译成 at tout 对 对 那还有一个一会儿呢 是 aprim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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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 适合于什么时候说呢 比如说你 半小时之后 你们又要见了 这个情况下不需要说 au vous 这个情况下只需要说 aprimid 就可以了 比如说公司 你到了他的办公室 然后一会儿你还要来找他 你就可以说aprimid 对 他的口语中的简短的翻译是a plus 我们会把这个s给发出来 a plus 如果是在这个星期内的话 我们会说a mardi a mercredi 如果是在下一个星期几的话 我们会在这个 lundi 后面加一个prochain 意思是下一周的这一天见 同样这个lundi可以代替为 还有在和正式的关系的时候 千万不可以说a tout 或者是a plus 一定要说完整 a plus tard a tout à l'heure ok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到到 faire la bise 对我刚刚讲的那个bizou 是亲密的人之间 然后会亲在 直接亲在皮肤上 脸蛋上 额头上 都可以 嘴上也可以 但是这个biz 是不可以亲别人的 这个是两个脸 带着之间贴一下就ok 所以我们把它翻译成贴面里 意思是不是亲听 所以我们会说faire la bise 在这个前提下 或者是场景下呢 我们主要会考虑两件事情 一个是从哪边先开始呢 还有一个是 goum bien de froid 大部分法国人呢 是从右开始贴的 两次是最标准的 最常见的 但是有可能会出现 一次三次四次 甚至是五次的情况 那一次就我从来没见过 三次我也从来没见过 我在到目前为止 最常见的就是两次 所以这个做贴面里呢 它不跟那个 说那个工书我一样 我们可以跟所有的人都说 做贴面里是 别人介绍给你新的朋友 或者是 你想认识新的人 你想跟他继续 保持这个联系的时候 然后你们可以做贴面里 ok 不过现在疫情期间 没有人会做贴面里 现在人的打招呼方式都是 直接碰手 或者是碰脚 或者是碰这个胳膊肿 所以这个疫情过后 法国人重新开始做贴面里 也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 一个难题吧 他们可能会觉得很难再次融入 以前的那种环境中 之后我们会自我介绍 我这个写的是 Don Profile 意思是你的这个 个人见见 然后 然后有三个 有五个成分 需要涉及到 一个是 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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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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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国家和国籍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那第一个是什么意思 名字 名 名 还是姓 或者是名家姓 名家姓 对名家姓 当我们看到能的时候 一般要把自己的名字和姓名都说出来 名字 是 来说 名字 专 医 J'ai 19 ans, je suis chino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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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je suis très jeune,太年轻了, ok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当我们看到国籍呢,比如说用法语添表格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碰到这个, nationality,如果我们看到这个词后面有写号,我们一般写的是Chinoise, 它是一个阴性词,然后在介绍我是什么什么的时候,我是哪个人的时候,我们会用到这个, Chus这个国际形容词,一般国际形容词,会有一个阳性,阴阳性的区分,但是有的国际形容词呢, 它长得一模一样,比如说这个,男女都可以说,表示俄罗斯人, 但是在说这个中国人的时候,他有一个男女之间的区分,那作为女生呢,我们会把这个俄加上, 也会把那个,子给读出来, Je suis chinoise, 在正式的,就是与政府交流的这个信件中呢,我们会按照信家名的这种说法, 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呢,肯定是名在前,信在后。 现在我们要介绍一下这个法国总统, 我觉得你们应该都认识他是吗? 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Marcon的个人简介,当我们看到这个profile, 他虽然有面的意思,比如说侧面,他比如说我们照相的时候, profile就是说侧面,这个是face,意思是正面,这个是profile, 当用到这个个人简介的这个语境下呢,他意思是说简介,意思是个人的一个信息。 我们看一下,他的名字应该怎么读呢? 我們刚才为atar,他说得到� Johnson的以后, 马 rud吧,他说一样是ычно其他人的名字。 以后做个人格呢? Kindい后 bedeutet语善语言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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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 而对方是出来 因为他们叫做ề维修 是文字 你叫做语修只叫做语修 禰制作语修 他认语修 他认语修 有两年 然后他们说 我们主要是语修 当我们这些意思 就会更好 然后这个是用到的动词 就是当我们会到 遇到这个法语中的简单句的时候 我们可以翻译成中文中的是不是 然后我们会用这个 或者是能来回答 这里面呢我的要求比较苛刻一点 就是你要回答 的时候要把你的答句写完整 然后要回答能的时候 也要把这个答句说完整 是的 经常我工作 啊好吗 真的吗 真的 哇 这是硬 非常难 每周末的意思 你可以直接把它翻译成立即周末 而你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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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你不想把这个答句说完整 没有 我没有工作 不在乎的日常 不在乎的日常 是好 是好 不在乎的日常 我从我的旁边 工作 只有星期 我也会工作 但是只是周六 我觉得周日 是我的唯一天 就是全天可以休息的一天 这个主要是考虑到 用道法语中的否定 是 它一般放在 便会动词它两边 这个便会动词 是 但是 你能够用道法语中的 你的词词是非常好 然后 第二个问题 你会说语中文 你会说语中文 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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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你意识到你是说法语的 然后你就想再次否定就成了 si, je parle lefrancais 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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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 parle lefrancais 我, non, je n'apprends pas l'allemand Anaïs, est-ce que tu apprends l'allemand? non, je n'apprends pas l'allemand 注意下,这个我们要把这个 le给说出来 因为 c'est l'allemand 我们就要把这个 le给重复出来 vous apprenez l'allemand? non, je n'apprends pas l'allemand 现在我应该写一个 non 那现在这个部分呢 要考验一个语音 主要是数字加年 或者是岁这个单词 1 an 1 an 2 an 2 an 2 an 4 an 就是在法语中 如果它在最后一个位置 上面没有任何音符 可以当它不存在 所以我们发的那个点起来的音 其实是这个 d r 3 3 4 an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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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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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 对,喷出气流的部分 这个是一个语音知识 其实我在社交上也说过这个法语中的这个联诵或者是联读 如果对这个语音知识感兴趣的话 你们可以看一看相关的视频 我一共发了两个 这两页呢 是关于法语中的 formule de bodhides 他的意思就是礼貌用语 merci beaucoup merci merci 这个是我在课堂上讲到的 当然 我们也可以说 c'est gentil c'est gentil 比如说别人 过来你家看你的时候 带了一大树花 或者是带了一瓶美酒 或者是带了一盒巧克力 你就可以跟他说 c'est gentil c'est gentil 其实就是 c'est gentil 其实就是merci的意思 这个请 s'il vous plaît s'il vous plaît s'il vous plaît parfait 那如果我想对你说呢 s'il vous plaît 可是你说了 s'il vous plaît 当然这个s'il vous plaît 和s'il vous plaît的用法的场景 不太一样 这个s'il vous plaît 我们可以说 asseyez vous s'il vous plaît 您请坐 或者是 parlez s'il vous plaît 请讲 而这个s'il vous plaît 更适合用的是 你想请求别人 做一件事情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个如果我想 打扰别人的时候 我想 我会怎么说呢 比如说 打扰一下 请问你用五分钟来回答 各位问卷吗 或者是 打扰一下 我能问你 这个 去这个 机场怎么走 excusez moi excusez moi vous avez quelques minutes 当然 excusez moi 也有表达 这两个都会表达不好意思的时候 比如你碰了别人一下 excusez moi excusez moi 你碰到别人了 和底下的这个表达呢 经常常用 我们看一下 如果我们想在表达借过的时候 比如说坐地铁 坐公交 在路上走 你想超过别人 或者你想下车的时候 我们会说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下车 经常会说的一句 比如说 不好意思 我现在要下车 然后就是说 让别人让开 我刚刚说 这两个 经常会一起用 就是在别人 比如说 妨碍到别人的时候 在碰到别人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说 pardon excusez moi pardon excusez moi 就可以表达一种 轻微的 道歉的方式 那如果我想 真正的道歉 比如说 是我的错 我去到的 我说 désol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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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ilà 同样这个词呢 它也有一个 一样性的说法 désolé pour les garçons et deuxième désolé pour les filles pour les femmes pour les dames 对于你是 来说 要加第二个 je suis désolé 是一个句子 不客气 merci de rien de rien une réponse très courante et très simple 非常常见 又简单的 pardon 一种回复方式 我来可以 举几个 比较实用的场景 比如说 商店的大门 一般 法国人是习惯 要不就是 女士先进 后面的那个男士 或者旁边的男士 会给你开开门 他直接会说 je vous en prie madame 一种说 你直接可以开始说 而且人家还没说 谢谢 你就直接说 不客气 一种是在别人 说了谢谢之后 你可以说 je vous en prie 比如说 别人东西掉了 你帮他捡下来 他跟你说 merci beaucoup 然后你可以 跟他说 je vous en prie 如果你们两个 完全不认识 或者是 他是长辈的时候 那他的 另一个 口吻 je vous en prie 用的方式就是 年轻人之间 或者是 问你问题的人 麻烦你的人 他跟你说 谢谢的人 是一个小孩 那还有几个呢 我在课上也讲过 比如说 il n'y a pas de quoi 这个呢 有一点长 他的意思 可以翻译成 没什么可写的 il n'y a pas de quoi 这个 quoi就是什么 就是没啥写的 没关系了 或者是 没事 那如果我想表达一种 我特别 我帮助别人感到特别高兴 我会怎么说呢 音语中有一个表达是 when's pleasure when's pleasure 那这个法语中 会怎么说呢 有人知道吗 when's pleasure 的法语说法 encore une fois 你说的是这个吗 是 这个呢有点 断 就是我感觉前面 好想 很想说其他的东西 你可以说 对 对 他前面 修饰的是 就是真的 我真的很开心 这个呢 他更适合用于 别人送给你一个什么东西 你超喜欢 ça me fait plaisir 而他表现的不是一种 你帮助别人 你很欣慰 有一个比较更适合的表达是 avec plaisir avec plaisir 当然你可以补充那种 什么让我很高兴呢 这样子呢 就更明确的 再表达 什么让你很高兴 而这个avec plaisir 他已经表达了 很乐意 很乐意笑了 对于这种 对不起 抱歉的这种回答 法语中可以怎么样回复呢 表达没关系没事 c rien 没啥事儿了 可以还是用这个 没事 嗯哼 c rien c rien c rien 是一种比较正式的用法 我们直接可以说 c condition 然后加上这个rean c rien ne pas grave 就说 没关系没事 ne pas grave 还有一个我们还可以说 ne pas de mal 这个mal呢就是坏的 有一定坏处的 ne pas de mal 就是没啥事儿 没对我造成什么特别大的影响 意思就是不严重 ce n'est pas grave donc voici quelque formule de bolides j'espère que ça va boucou vous a té 我希望我们刚刚 看过的这两页 里方用语呢 可以在你们的这个日常法律交流中 帮助到你们 可以找到一些替代的用法 这四个的翻译呢 同样 都是 quelle 只不过在写法 写法上有 阳性的单负数 和阴性的单负数 那它的怎么样变阴阳和单负呢 就是根据后面的这个名字来变 如果它的句式是 quelle 加上一个 être的动词变位 然后再加上一个名词 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 什么什么是什么 什么什么是什么 OK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 有没有人知道 dat de naissance 是什么意思 出生日期 出生日期 对也就是生日 也就是你出生的那一天 quelle vote dat de naissance 这里面的 guelle 它就是和dat 做了一个 新的配合 当然新数都配合了 因为dat 这里面是一天单数 我们选择了这个guelle 那这个问题的整个意思就是 你的出生日期是什么 guelle guelle vote attedance adresse parfei adresse 对我觉得你学得非常快 quelle vote adresse 你们知道这里面为什么要用 don 来说这个adresse吗 我写错了 为什么我没有说 da adresse 为什么这种 我没有说成这个样子 它是一个阴性是不是 你说我应该用这个ta 那为什么这里面我用疼的tong 这个ta的 这个语法简叫做主要形容词 你们有接触过吗 monton son matassa mete essi 然后votre notre votre leur ne vot leur 这有学过吗 他给了 这我看过 那个一张表是关于这个 对 然后今天的任务 你可以自己设立一个小小的任务 就是查一查 什么情况下 我们不可以说da adresse 就是这个ta变成tong的情况是什么 我可以给你一个提示 然后你下来自己去查 ok 那最后一个练习呢 是关于 还是用这个git 只不过我们问的是 我们问的是什么呢 numero de téléphone 电话号码 zero 我先写出来 20会说吗 你刚刚说你自己28号的时候 是不是说了一下 或者是 熊男你知道的话可以告诉我们 嗯 von cat von von cat von cat 35呢 35 这个数字方面确实有点难 刚才是 9 29 29 29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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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fait 租下这里面 18 那么在读的时候呢 一般经常是上扬上扬上扬 上扬 降掉 03 24 35 29 18 对 如果这个动词 是er 它有可能 99% 它就是第一组 除了那个有点特殊的 比如说 allée allée它虽然是er 但是它是第三组 把它特殊记忆 放在一边就好 那么一般的以er结尾的 它的动词变味 只剩下扬式 就是这个样子去变 OK 那熊呢 你可以给我们读一下这个 demandé 它的变味吗 只剩下扬式 demandé tudumand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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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ement parfait 这里面我想强调到的 在发音方面就是这个 e e s e e n d 其实它的发音可以忽略不及 我们发的其实是前面这个d d demand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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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不过在 然后在第一组里面 你们可能学到了 或者是观察到了 有一些动词的变味呢 它会在 字母上面 树木上面有一些变化 还有就是音符上面有一些变化 那我举了两个比较典型的 就是这个带并音符的 complete 它的这个翻音 除了nouve保持了原来的方向 e上面 并音符的方向 其他人生都变成了开音符 那你们知道这个红色和绿色的两个 e的翻译有什么不同吗 在这里面很需要下一点功夫 注意听一下去别 je complète je complète je complète 对 就是你的嘴需要咧的更大一点 而这个n 你的嘴或者是翻译的部分又集中到中间了 no complète je complète 你想象 espérer 希望的那个词 如果你去查字典的话 你会发现 跟我的规则 这里面介绍的是一样的 它也有一个翻译上的变化 这个是第一组的几个特殊现象 还有一种特殊现象 就是像这个apply 如果它没有前面那个se 它的意思是叫 或者是打电话的意思 那它双写l的时候 它的翻译也是 jabelle 如果它不双写l的时候 它的翻译是 就是可以把它忽略不起 nou zappelou 我没有多少nou zappelou nou zappelou 可以把它忽略掉 然后跟它一样规则的 是这个动词 表示 je de 如果你们先来查字典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 je de 也要重复写 重复写的时候也是 不重复写的时候 就是nou zappelou nou zappelou 那这个呢 就是这次直播课 还是有点超出 我预想的那个时间 有一点长 那我还是希望 你们在这个直播课当中 学到了很多知识 有意思的知识 就是关于法国生活文化 它就是有一点点语法的 这个一谈到语法呢 其实有一点严肃的 其实我更希望的是 把这个语法当成一个 探索法国文化生活的一个工具 就是来帮助我们怎么样 更好地理解这个句子 语法和词汇 其实它都是一个日记月累的过程 那就希望下一次直播课的时候 还能见到两位 如果你们一直希望 加入这个直播课的话 可以在社交上看到 我发布的直播预告 如果对课程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在我的公众号 或者是各种社交平台上 我都发布了 关于这个课程的信息 在哪里可以找得到